比放量跌破的关键支撑可能反弹吗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 请随我看下去 我们先看到日线图表 其实在此处呢 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的下跌 它其实是一个终极正仓 有没有可能呢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为什么 我们不能因为它的形态相像 或者只是因为走势相像 我们就认为呢 我们在这里的可能的行为 跟在这里是一样的 量能也是我们应该要重点关注的 事项之一 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 在这里啊 它所放出来的量能 是就算我们以整个震荡的箱体来看 都算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我先画出一下我们整个震荡的箱体 好那我用白色的框出来好了 这样比较中性一点 那我们也用白色的方框框呢 把下方量能的表现给全部 涵盖进来 OK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 我们昨天啊 所放出来的量能 我们把它标注一下啊 大概是在这种级别 那这个级别 我们用整个箱体的重关来说啊 它也算是很大的量能了对吧 也就是我们在整个箱体啊 这120根K线 120根日线级别的K线 我们也只有三根K线的量能是比我们昨天还有前天所放出来的更大 这两根都算是非常量能很足够的K线啊 好那我们来反观一下我们之前终极震荡的时候 它所呈现的量能情况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发现啊 当我们在震荡的时候 它的量能情况是缩量的 我们在这里的探底动作 我们绝对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终极震荡 一个假跌破对吧 当它在走假跌破的情况的时候啊 它的量能是完全没有体现的 它是缩到地量 你可以看哦 如果说我们把整个级别啊 放到我们可能这一年 这半年来的级别 你都可以发现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探底动作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缩量 也就是缩量到极限的状况 好那我们后来呢 果然就是走出了这种假跌破的走势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视为它是一个终极震荡 但是我们在此处的行为啊 它可是放出这种级别量能的跌破啊 所以我会认为啊 它不能 不太可能啊 成为一个 正仓 OK 那再来呢 我们来画一条趋势线 这条趋势线我会认为它是 日线级别的趋势线 也就是 如果说我们在某一天 未来的某一天 这条趋势线它一旦被突破了 那么 我们这一波啊 自从48000 以来的下跌 有可能是 会告一段落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那有人可能会说啊 你之前不是说趋势线在这里吗 你怎么 你怎么会修改了呢 我们当时画的这条趋势线啊 它是4小时级别的 那这一条呢 外面的这一条啊 我把它画出一点 比较粗的这条白色线呢 它是日线级别的 那我们前几天突破的这条呢 它是4小时级别的 对吧 级别还是不太相同的 OK 所以这条趋势线呢 我会非常关注 那我也有设好闹钟了 如果说呢 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 它碰触到了 我会在我的discord社群 有非常及时的提醒 如果你想加入的话 链接就在下方啊 那我们的即时行情提醒呢 都是有附上实时的截图的 我相信这都是 就是你在其他社群看不到的 好 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跌了这么多嘛 对不对 我们从这个针尖 一直到最底部 有12个百分点 将近12个百分点 那我们这12个百分点呢 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反弹 对吧 我们在这里呢 走了一个小小的 修复的形态 那这个修复的形态 它的高点还是不断降低的 如果说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 看到这条趋势线 它被突破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预示着我们接下来 有可能迎来一波反弹 那如果说产生反弹了 考虑加仓吗 或者说它反弹到了什么点位 空单就应该要 意识到风险而离场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 很好用的工具哦 费波纳器 从高点滑到低点 好 在这个费波纳器里面呢 我会认为382 它是非常有可能来到的 如果说弱势反弹的话 382它就是一个目标位 那0.5的话 这个价位我就会关注了 因为如果说我们来到了0.5 你可以发现什么 它就是前期的支撑的位置 那当我们支撑被放量跌破的时候 我们只要再回去 它就会形成阻力 所以如果说它有这种 缩量反弹到0.5的行为的话 我是会去在这里加仓的 那如果说我们有K线 它已经回到了0.618之上的话 那我就会认为呢 我们空头是出现了风险 所以这是如果说 接下来发生反弹行情的话 那我会关注的几个点 以及我的小小的交易计划 那你可以发现 跟我们昨天讲的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嘛 也就是我们每次 在假日的时候 它的波动就非常非常非常小 它已经缩量到极限了 OK 也是算暴跌过后 再走一个修复的盘整 那我们来看一下CME gap 我们的CME gap呢 在4小时级别 它是收现在36,065的 也就是我们在下礼拜开盘的时候 这个三万 不管假日是怎么波动 它在下个礼拜 CME再次开盘的时候 36,065这个点位 它是非常非常高概率 能再次回来的 如果说你也想把握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 我非常推荐BuyBet交易所 它是我换过这么多间交易所以来 无论从挂单深度 顺滑体验 交易界面 都是我换过最好的交易所 没有之一 下方还有更多头部顶尖交易所 我保证是全网 返还比例最高的交易注册链接 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 加入我的Discord社群 那我为什么在这个点位是看空 以及 我是怎么入场空单的呢 如果你对这个 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我昨天的直播 我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说明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 其实以太坊的话呢 它已经来到了这个通道的下缘 OK 那我会认为最完美的做空点是2850左右 但是啊 现在 还适不适合做空以太坊呢 其实 我们就把这个图表给放大 你会发现 其实比特币啊 它已经是脱离了 我们换手最密集的位置对吧 我们看罗K也可以 那如果 你想用量化的指标的话 你看VPVR也可以 在此处啊 我们在下方 还有在这里 它都是有过 换手相提的 那当我们的价格呢 再次回到这个区间的时候 就算它最终会选择的是下跌 也很有可能它走的是一个震荡下跌 它不会呈现这种快速的暴跌 OK 那反观比特币呢 反观比特币的话 我们纵观整个大局 其实我们已经把换手最密集的地方啊 给跌破了对吧 OK 那当然了 如果说你用VPVR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事实了 VPVR就是用指标把它量化嘛 在此处 我们的量能堆积情形 它最为明显 所以当价格它到达这里的时候 它就很难 就算它要跌 它也不会呈现暴跌 很有可能是震荡下跌 但如果说我们到达了一个点位啊 它是量能是真空的 它没有换手 在前期是没有换手 那我们再次下破的时候 它就会跌的相对来说较快 非常感谢各位 加密货币行情巨石效性 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个交易机会 请按下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加入YouTube最赚钱的比特币 中文频道 这就是那个视频 当价格有该交易机会 优优独播公司 就是纷尔的 楼子 然后给深夜户 对 保订最后 じゃあ 是 福启 因为 回向 回处 人